我作佛时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至心信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民国时期 有一位朱氏 是张姓仁家的媳妇 朱氏很小开始 他就很敬奉观世音菩萨 并且 深信因果 孝敬长辈 有爱宛辈 乐于行善 在朱氏六十八岁那年 他听到儿子说 修学净土的好处后 随即就开始 吃肠素和念佛 自从发心以后的十多年中 朱氏每天早晚都坚持 供念佛一万声 其余时间 则随时默念 在最后的两年中 为避免闲杂打扰 朱氏经常独自静坐仪式 精进念佛不待 阿异陀佛 在往生前一年 朱氏生病 他连着两三天 不吃东西也不说话 甚至连脉搏也没有了 但朱氏却仍然能够一直向西坐着 而且丝毫没有痛苦的样子 后来等他好了以后 家人问他当时是什么情况 朱氏说 他当时感觉自己是坐在莲花上 而且心中发喜充满 到了1931年六月间左右 朱氏的瘧疾复发 于是他的儿子便领着家人 每天为他轮流换班念佛 在临终前一天 朱氏对家人说 距离我走还有一两天的时间 你们先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但是兽衣和鞋子等都要先帮我穿好 结果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 只见朱氏面向西方端坐 两眼微合不再说话 于是他的儿子再带着家人 环绕在他身边念佛 刚念了不到二十分钟 朱氏就面带微笑地坐着往生了 十二个小时后 全身已经凉痛 唯有头顶还是温热的 最奇特的是 在朱氏下葬时 他的孙女因伤心过度昏了过去 等他孙女醒来 告诉大众说 我刚才看见西方光明万丈 观世音菩萨手里拿着羊枝 带领着无数菩萨从天空中下来 还看见我的母亲和我的祖母 他们二人也一起跟随在菩萨的后面 而且他们的神情光彩和生前都迥然不同 所有景物都是那么的庄严与灿烂 当我看到这些 哪还有哀伤痛苦 我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 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母亲也就是朱氏的儿媳妇 几年前也是念佛做着往生的 后经印光法师证明 往生西方 祖母也就是朱氏 评论说 所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转变成同男的样貌 而此孙女 看见她母亲和祖母都是女人样貌 是诸佛菩萨 慈悲善巧地为她示现出来 她认识的往生者原来的样子 并不是未转同男身 愿读此文的人不必起疑追问 这一次 我们在黄念祖居室批柱里面 看到这个法门所对的根基 它里面有一条 说得非常有道理 念佛法门是接上上根基的人 这个不可思议 接上上根基的 我们仔细去想一想 没错 哪些是上上人 老太婆是上上人 她心里什么妄想也没有 什么知见也没有 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 她就够了 她什么都不要了 上上成人 中下人还怀疑 还要搞这个搞那个 把自己耽误掉了 我们看到那个 无知无知无实的念上三年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笑着走的 没有病苦 欲知实质 这不是上上成人 谁叫上上成人 我们自己以为是上上成人 佛菩萨看是下下根人 没有法子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不起老太婆 他们的成就不是我们能比得上的 她是一句佛号 死心塌地 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我们念这个佛号 还看看这个 研究研究那个经 还想多懂得这些那些 全部都掺杂着妄想 没人家那么纯 真正做到老师念佛 不间断 不夹杂 不怀疑 这是上上成人 能做到这九个字 三年没有不成佛的 上进下空老法师 阿弥陀经书抄演绎 第九十三集 1984年十二月 明镜需要您的 one